第一年的計劃先送1%出去 代職 代薪水 第三次見 所有的軍工教僅銷 一旦學校畢業之後 幾十年就在台灣打賺 沒有辦法 未來45歲以下的軍工教僅銷 我們每一年 第一年的計劃先送1%出去 代職 代薪水 我們希望每一個軍工教僅銷 去教育部申請的這些學校 你去勇敢的升級 每一個單位主管全力配合 我們讓年輕的軍工教僅銷出國 學習一年 或者自己的單位 消防的去學消防 警政的學警政 教育的學教育 對接一年的時間 政府每一個軍工教僅銷 補助2萬美金 60萬台幣好不好 如果軍工教僅銷 這個計劃做得空前成功 第二年 第三年 我們放寬名額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一 就是我們要送3500萬 3500位 軍工教僅銷的年輕 45歲以下出國禁修 第二年如果非常的成功 我們擴大到百分之二 就是送7000位 軍工教僅銷出去 為什麼 透支我們的競爭力 大家看 有人說 你出去會不會浪費錢 會不會浪費資源 會不會不用工讀書 各位中正萬華鄉親 不用擔心 只要出國回來 做了交換生 做了進修生 一年之後 馬上會有改變 第一 語言能力增加 第二 國際視野打開 第三 交朋友的能力強化 第四 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困難 自己有能力解決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 勇敢 他發現他可以克服一切問題之後 我們下一代的年輕朋友 會開始自己有膽量 如果台灣再不趕快國際化 各位台北市的鄉親 這是不得了的 當世界慢慢忘記了台灣 台灣也忘記世界的時候 我們的未來將會充滿了黑暗 充滿了暗淡